中学文彭史历史科试题争议 考评局决定取消被指美化日本侵华的试题 并会按考生同一张试卷 其他答题的表现估算调整分数 超过5000人报考的文彭史历史科 其中一条必答题要求考生回答 是否同意1900至45年间 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 试题被指美化日本侵华 教育局要求考评局取消这题试题 又派完到考评局跟进和检讨出题机制 考评局委员会讨论之后 决定取消相关题目 并且由题库内删除 委员会指题目设计 偏离历史科学习和评估目标 试题的参考资料只是摘六部分 题文用语又欠全面 容易令考生在短促的考试时间内 作出偏差或者片面的演绎和回答 题目设定也未能贯彻公平考核 以及按指引处理敏感议题的原则 调整分数的方法会参考考生在同一条题目其他部分 或者卷一其他题目相同分题的表现估算 选取较高的分数作准 教评会希望对考生的影响减至最低 欣赏考评局经过专业的讨论 然后作出取消这一题确实引起很多争议的这条题目 能够看到考生平时的努力 不会的 因为这条题目是令到他的利益的损失 教协指决定对考生不公平也打击文憑市的公信力 达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下星期一开会讨论事件 教育局提交的文件指 题目要求对历史事件的认识超越学生应有水准 资料片面同据引导性 如果给分 将历史题变成阅读理解题 会产生好坏的导流效应 严重损害学生学习利益 至于在重重机制下 为什么历史科仍然出现有问题的题目 值得深究 无线电视记者 利由坤报道